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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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都曾經是麻雅人 他是另一個信息的 我在網上就看了一個醫的法則 裡面就講 有講這個麻雅文化 有講麻雅文化 跟這個宇宙裡面的關係 黑宇宙聯盟的關係 對 地球的文化的來源 整個地球上 因為在一些 真的是早期的文明裡面 地球整個就是一個一家 整個就沒有人會把地球的文明 劃分成這麼詳細的 古希臘文明 古埃及文明 麻雅文明 中華 野黃這些文明 基本上都是連著 你會發現 如果真的把他們去 他因為有生生世世這樣的傳 有很多東西是連在一起的 很多東西 只是歷史記載 就是一個時期一個時期記載 就是時間久了 有時候幾千年以後就斷了 沒有人記載就不知道 也沒有人去追說 我曾經是什麼是什麼 除了斷層 誰明知道是怎樣 剩下的 剩下的 因為都毀了 都毀掉的 剩下的其實都是印第安文明的東西 裡面是麻雅人在指導印第安的 也就是說 給他們做了一些調整改變 其實很多是來自印第安的 土著的一些東西 而且他那個時間段 整個地球出現了很多 對的 很悲凡的文明 很多人 他除了裡面的天文 天樹這一塊 就是天文這一塊 屬於麻雅人的話 剩下的幾乎都是印第安的 我們現在 我還沒有看太多 簡單的閱覽一下 它裡面有一道佛教 基督教這些文明 來自於外星 像麻雅文化 一些消失的文化 其實還留存了很多 只是現在不給人們看 有很多在海底 現在你們人類還發現不了 但是到了那個時間點的時候 就會結實決定 給那個時候的文明 是啊 也是 有時候人類不需要 也不到時候 就是人類看也不至於看懂 也不需要 或者他可能 未來以科學的方式 某一種方式 還滲透到人類的生活裡來 我感覺地球的很多音樂家 無數次的救過地球 神可能很多次要活跌 音樂家救了地球 因為它能讓神看到人的 人性的美的意 因為這個世界很多地方 充實的物 人類在地球上 不過是一個很普通的物種 真的不是很 沒有人覺得它 我認為從一個 假如是外星系的生命來講 看人類的話 人類是個很普通的物種 在整個系列 所以保護人類的生存 就像我們現在去保護 面絕動物一樣 就像我們去保護 東北火 去保護什麼 假如 如果不希望人類面的話 我覺得沒有那麼太 太隆重的意義 就是保護一個物種 不要在地球上消失而已 就人類也就是那樣 我們只是自以為是 以為自己很了不起 在有些太空的眼裡 我們只是個 其實有時候 會把我們看成病毒的東西 他會覺得 你攜帶著一些菌種 病毒 生存在地球上 給地球帶來的災難 有些東西 我們是站在人本位 人類的角度 看我們人類很了不起 在地球上是個主宰 好像就是 但是在外太空的 假如我是來自外星系的話 我去翻過來 來地球上看人類 假如 人類比不比老虎 熊貓更珍貴 也比不比大盆鳥 金刺鳥 那些鳥類更珍貴 因為它只是有思想 但這種思想 如果墮落到一定程度 它一定會是一個很邪惡的東西 就是它如果很自私人類 那這是個極為有害的物種 就是這個物種已經變異 進化到極端自私的時候 它不僅僅就是毀壞自己 互相採殺 互相毀壞 它還毀壞整個星球 甚至給外太空帶來災難 所以在地球外的一些星 就像這些我覺得 有的人可能就是說 這個物種不管多壞 它也值得我們保護 就像老虎不管它 其實它每天去吃人 也值得我們保護 因為不希望物種滅絕嘛 因為畢竟人力是進化到很高的 有一些能夠有能力去控制自己欲望啊 有文化有思想有文明的這些東西 那在這個保護人力的角度 我覺得人力沒有那麼多高等 必不是我們想的那樣的 人家只是保護一個物種 如果真的能保護了我們人力的話 它照這個一的法則來說 我們2020的12月21號 人類就從第三密度進入到第四密度 就是講這個人呢 人類整體開始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就進化了 進化到再高幾層了 我覺得這個時間點也是蠻微妙 也是蠻微妙 星球 就是說它的天體運化是有規律的 進入一個新的時空 因為太陽系的銀河系或者地球 它不是固定在一個地方的 它是不斷地在宇宙太空裡面移動的 那麼在移動的過程中 星球所進入了一個什麼樣的時空裡邊 我們是不知道 因為我們太小了 就像這個桌子 桌子可能在這個房間已經移動了20圈 但是桌子上這隻螞蟻是不知道 它太小了 這隻螞蟻是不知道它在移動 那麼桌子其實已經移到那了 那麼如果這個桌子 從一個陰暗的房間移到了陽光底下 對這個螞蟻的命運是有關重要的 但是這個螞蟻並不知道它已經移動了 那麼我們的星球如果移動到了另一個位置 我們是不知道 但這種宇宙的移動 會對我們人類的命運產生很大影響 它會導致人類的身心狀態發生一些改變 會有一些渴望善啊 渴望美啊 就是有一個進化的東西 可能就是宇宙對我們是有影響的 這個世界是有說因果的 人類造下的苦難 其實我們心靈是改變了 很多東西改變了 但是果還是要吃的 那個苦果 你已經在未來過去的幾十年 自私到極致了 然後呢 造下那麼多苦果 所以未來即使 即使我們的心是多麼的渴求 聖結可求 善可求 美 但是這個世界仍然有很多苦難在來 就是懲罰和救度同時吧 毀滅跟 毀滅跟挽救同時吧 因為你一定要藏那個果 你造下了你不去承擔 只是我們心甘求願自己去承擔吧 比如災害啊 瘟疫啊 這些類型的東西 地震啊 水 大地污染 糧食污染啊 等等這些東西 也不用那麼樂觀 也不用那麼悲觀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我們總是把 人類總是把自己看得很高 就是這樣 就覺得有時候會覺得它在邊邊 就是在地球上 就是個物種的改變來改變去 就是這樣 是我們都自以為是認為我們很了不起 沒有那麼 沒有什麼在宇宙的 在浩瀟疫的宇宙裡 人類渺小的什麼也不值得 不值得說 它是不值得 是不值得 對 它是不值得 其它事 都是不值得 是不值得 在哪個選舉 最遇替 是不值得 而是不值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